雁英, 我們不是應該沿江邊走嗎? 怎麼走走走好像走上山似的? 或者攀過前面的山坡 就可以落江邊也不頂了 快點走吧, 找不到涼涼就糟了 不行了, 坐一會兒 先喝一口水 吃點乾糧 我肚子稍微平靜了一點 還是不要打擾它, 為姑娘你自便一下 雁英, 這對小木耳好可愛嗎? 好可愛 我剛才經過市集的時候買的 他們一男一女, 是不是好登對嗎? 登對 這個就送給你 以後你看到它的時候 就像看見我那樣, 好不好? 我不要的 為甚麼? 實不相瞞 宗無厭去了哪裡? 我帶師姐去哪裡, 關你甚麼事? 我為甚麼要跟你說? 你不肯不肯說, 別怪我兼顧武城 快點 好愛你, 走 好愛你沒事了 好 我的腳… 你沒事吧? 扭傷了 是嗎?是誰呢? 頭髮說送我木狗而已 頭髮就扭傷了,真是女人女民 雁英,你又不默沉沉說什麼? 扶我起來吧 不行,男女受受不親 你是不是這麼冤婦見死不救? 等我一會兒 你拿著它,我拉你上來 你是不是這樣?這麼怕碰到我? 是我的,你任由我在這裡自生自滅 或者我被茶狼擔罪也好 那兩個賤客回來殺了我也好 你走吧…不用理會我 無謂姑娘,無謂這麼激動 就算我死,你也不會理會我 你看見我大師姐 你就叫她來替我收拾了 老天爺有怪莫怪 眼睛實在情非得意 這次智慧救人,絕無其他意思 我知道眼嬰你是正人君子 不會成人之危了 無謂姑娘,若然你想睡覺 我可以先放下你 要不你嘗試放下我,看我能不能走 好… 看看你,站也站不住,怎麼走才行 還是我背回來了 無謂了 待會兒人家又說什麼男女受受不親 要不這樣 媽媽,我把樹枝和頭眼回來 摘個担架,把你拉上路 我等你摘担架一來 我都痛死了 你這麼怕碰到我的 你就放下我一個人,自己先走 我又怎會丟下你不理會才行 那我怎麼跟娘娘交代 你只會向我大師姐交代嗎 別再咬了 再咬下去,天黑還沒下山 要不這樣 來 這樣就好看了 沒事 發叔,烤得很香 喜公子來了真正適合 來,嘗嘗是否合你口味 好香啊,我很久沒吃過這麼香的烤尿肉 李兄,你怎麼搞的 這些不是烤尿,這些是烤田鼠 什麼?田…鼠? 李公子,你來到我們姜家村真是好腳 大慶,我們找到一個田鼠豆 我們很久沒吃過這麼肥美的田鼠 欣仔,你多吃點,多吃點拜高長大 謝謝叔叔 李兄,你知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有得烤田鼠肉吃會這麼高興 難得有肉吃當然高興 不止這個原因 因為田鼠跟當今朝中的昏君一樣 都是有個田字的 那個昏君跟我們姜家村仇心似海 我們恨不得將它拆骨煎皮 以色深頭之恨 為何你們這麼痛恨的昏君呢 莫非你們還想復國? 自從當年姜齊被田鼠取代之後 我們的先祖確有想他要報仇復國 但隨著年月過去 大家終於明白到 一制輕稅皆是天意 到最後,我們只求可以安居樂業 已經沒再想報仇復國之事 不如我們姜家村一向都相哀無事 最壞的是田匹姜,昏君 又關田匹姜什麼事? 在沒多久之前 那昏君警員准許楚國 派兵越境降臨到姜家村捉人 楚國派兵捉什麼人? 就是下一位八拜兄弟 可以說是生死之教 原本他在楚國宮中當示威 可惜被家人所害,嫁禍的殺人 他被逼潛逃到姜家村避禍 誰知道此事被楚國知識 不知道用了什麼方法 令昏君任由楚國派兵 來我們居家村捉人 誰不知楚國那些狗兵 還大開殺戒,攬殺毛孤 誰可憐的,就是王嫂和莫大媽 全家被殺 真的搞出了人命嗎? 按道理,他們應該作出賠償 賠償?賠歸命 正所謂上糧不正下糧歪 上面那個既然是昏君 下面那些當然只有貪官污吏 說起昏君,我們好像還有一件事未做 李兄,今天我們一起來吧 你們怎麼知道那個甜壁僵是這個樣子 叫得是昏君,樣子好在哪裡? 我已經把那個小人畫得很好 大家準備好 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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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真是撞鬼 竟然撞過那些仇家 真的要早早做著 李兄 這麼晚你去哪裡? 沒有, 人有三急, 想去茅廁 對, 我也是去茅廁, 一起 姜兄, 你這件是甚麼樂器呢? 楊子這麼脆卦的? 這個叫徒笛 想不到姜兄你如此豪邁 竟然會吹奏一個這麼別致的樂器 不過姜兄你吹奏樂曲當中 帶有點點哀思, 想必是在想念故人 李兄果然是一位知音人 莫非姜兄你是想念你那位白敗兄弟? 是, 我這位白敗兄弟為人合意 有幸被楚皇賞息, 得意留在楚國當中 想不到竟然遭奸人所害 其實整件事究竟是怎樣的? 楚國太子風流盛盛, 妻妾整群 其中一名叫如飛的妃子懷有身人 惹得其餘幾名妃子妒忌 驚怕他會無憑子貴, 合謀毒害如飛 不如此事, 被我伯伯兄弟撞破 那些減妃竟然誣衊他和如飛有奸情 楚國如飛被乾明示威, 因奸成人 及毒殺之事 根本就是楚國太子 和一眾妃子的一面之前 大王微查清楚當中原委 就任由楚國派兵捉人 大王有沒有想過 此舉可能會令大王成為幫兇 而挫殺好人? 想不到被無厭, 不行言中 只可惜當日在下, 有事在身, 不在村中 以致令某些白敗兄弟被楚兵捉走 更加押返楚國途中, 慘遭滅口 不過最可恨的, 都是田碧姜這個昏君 竟然喪權欲國 任由楚兵, 越境來濫殺我們齊國百姓 白姜兄, 這裡有一塊玉盼 就當是我謝謝你的救命之恩 你拿去把它變賣, 然後買些食物回來 讓村民可以飽肚, 拿去 李兄, 玉盼這麼貴重 李兄, 那塊玉盼 何解會刻著那個田字? 難道這塊玉盼是姓田的昏君? 那塊玉盼, 我…我偷回來的 你偷回來的? 我偷回來, 姓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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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兄, 起來 偷東西而已, 罪不至死 更何況, 你偷的是昏君的東西 我絕對不會告發你的 當然不是, 昏君是財物, 人人都偷偷 很睏, 回去睡吧 田碧姜 什麼事? 田碧姜, 你這個昏君都騙我們透了 以為改名換姓就可以無魂過關 幸好倉鐵右眼 你這個昏君竟然自己送上門 還跟他說那麼多? 這個昏君害人害物, 一把火燒死他 燒死他… 不要燒死他… 不要燒死寡人 阿君, 最多給你大王做吧 好嗎? 燒死他… 現在懂得害怕嗎? 可惜現在才知道, 太遲了 不要 不要… 你現在看的是TVB USA 官方頻道 想看多些TVB精彩的節目片段 就快點按下這個小鐘 請訂閱吧